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享受在他里面有丰盛有自由的生命 那其实对一个信徒来说 罪并非罪可怕 乃是犯罪过后的那个控告 内疚 自卑 智责的感受 一直控制着他 使他陷入更多的罪 更大的恐怕 事实上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昼夜控告我们的恶者 他的控告叫人无法面对神 也叫人尝到那地狱的惧怕和绝望 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使 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不再被定罪 也不再被罪和死的律挟持着 他使我们从罪的咒诅先得释放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问 对一个已经重生信主的人 那他要如何面对那时长禅类的罪呢 让我们一同来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 二十九节 这里我们主耶稣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挖出来丢掉 宁可撕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撕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很多年前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发现我无法领会这段经文里面的经历 反而我误解了神 认为上帝是何等的残酷 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是 试问有哪一个人能够做到他的眼睛 他的手脚不犯罪呢 难道都要挖出来吗 难道都要砍掉吗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恐惑了 但是后来我在整本圣经 也整段的登山宝训的信息里面 我明白了主的意思了 首先这段经文要讲的是 恨恶罪的心态 那请问恨恶到什么程度呢 恨恶到你能够把犯罪的眼睛挖出来 把犯罪的手脚砍下来 那有试问 谁能恨恶罪到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与手脚 是我们白体其中最宝贵的 那就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 真正的重生的人 他的本性因重生而变化了 他才能开始恨恶罪的 那另外 当一个重生的信徒 在他的心里面 不断的渴望与经历 与主之间的交通 与亲密的时候 有一天他会发现 他喜爱那被主满足的心灵 过于他的肉体所得的 那个暂时的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深思我现在讲的话 因为肉体的引诱是太诱人了 到什么地步呢 一直到只有一个人的灵魂 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 他才能够越过 那个肉体与罪的恋目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与罪争战很痛苦吗 那也许你只是一直在关注 不要犯罪 不要看 不要贪 不要摸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但也许你很少在神里面 经历那得救的喜乐 那爱主的喜乐 那圣灵的安慰 那圣洁的自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追求在基督里 那心灵的满足 过于单单不犯罪 我盼望各位能够领会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 那是一个恨恶罪的心态 不是实际的把手脚砍掉 把眼睛挖出来的意思 那另外在这段经文里 我相信主说的不是实际的 把那犯罪的眼睛挖出来 那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要表明的是一个属灵的意思 就是说这段经文要讲明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奥秘 那旧的属肉的要死去 要丢弃 但是那个新的属上帝的要生出来 所以这段经文的全面的意思是 犯罪的眼睛要丢弃 但同时要生出一个能够开圣经 能够为人流泪的眼睛 可能也可以说 那偷窃的手要砍掉 但是也同时要生出能够拥抱人 安慰人 能够做圣工的那双手 那所以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属灵层面的 叫人通过祷告 制使身体的恶行 然后生出一个能行善 能够容神义人的身体 终然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 但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当我们的心灵仰望 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耶稣 不断的追求那爱神爱人里面的自由和喜乐的时候 我们的情感与意志 必然渐渐的被圣化 得以行善 甚至能够远离罪 我盼望各位在心中 也在生活中 继续要确认今天所听到的信息 那最后我也想劝勉 我们还在与最征战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与情欲的征战 是一生的事 所以让我们不要在过程当中太过的灰心 我们偶尔被过犯所剩是会有的 但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的讲道里面 他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各位 当我们因信心不够而虚心 当我们因我们还软弱的地方 我们哀痛 那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这样的心证明我们的义 是超过那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义了 我们是真的是尊贵的神的儿女 是向往圣洁的神的子民 那这样的心也教我们不断的会与罪征战 那神应许若征战的人终究必得胜 神也为他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冠冕 盼望你在与罪征战的事情上 你得着绝对的答案 你得着绝对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